如果你有来过泰国清迈的兰庙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金碧辉煌 今天我们也要来拜访来自缅甸的少数民族 清迈场景族 兰庙位于清迈的梅登县 这附近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梅登大象鱼 泰北的兰庙有两个 一个位于清兰 一个就是在清迈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 清迈的兰庙 清迈的兰庙历史 要比清来的兰庙的历史还要悠久 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原本是一座很普通的小庙 直到1991年 有一位得到高僧古巴昭藤 路过此地并且落脚在这个寺庙 由于古巴昭藤相当受人家的尊敬 信徒片满了太北的各地 大家纷纷就前来膜拜并且捐献钱 就随着捐献的财务越来越多 于是古巴昭藤决定把这些钱用来建设寺庙 目前蓝庙还在继续建设中 进入蓝庙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很多雕刻的非常精细的神兽 有麒麟 龙 凤 还有大象等 寺庙的建筑是应用了蓝纳的艺术建筑 进入蓝庙会让人有很疗愈的感觉 庄严又清静 时时还听到清脆的风铃声 在这些建筑下 有蓝色绿色白色粉色 各种的色彩 在蓝天白云照耀下 每个神兽都非常的生动 在当地人对蓝庙的珍视 也是想要让蓝庙在泰国的寺庙建筑史册 刘芳千古 这里的每一个雕刻都会让你赞叹不已 在阶梯旁我们会看到非常吸引人的神兽 这里的屋顶都是非常美丽的蓝色琉璃瓦 在每一间寺殿的入口处 阶梯都有色彩缤纷的纳且雕像 这里的寺庙进入也是要脱鞋子的 虽然脱鞋子但地面都保持得非常的干净 而且保持的一尘不然 佛教的庙宇是属于一个清静的圣地 在佛教庙宇对信众或游客的服装 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所以大部分进入庙宇 不可以穿得太暴露或者是短裤 即短裙 但这也不用担心 因为进入寺院的时候 庙宇的门口也会提供撒龙的珠戒 毕竟在这边的气温天天都是非常的热 兰庙也与这巨大的释迦摩尼佛卧佛而闻名 在袈裟上也相有许多的黄金与宝石 代表着佛祖的崇高地位 具有非常的庄严像 四周围的墙上也有许多当年佛说佛法的壁画 清迈的南庙总共占地12.8万平方公尺 建于佛历2437年 来清迈的游客一定会来南庙这边参拜 来感受一下这富丽的殿堂 精致的雕刻 有如神话般的世界 再来我们来到了太北与缅甸的一个少数民族 长颈族 在他们从小的时候就要佩戴铜环 所以经过今年累月的铜环重量 压迫到尖峡谷的生长 才导致脖子看起来非常的长 据说这种铜环 带越多是越美丽的象征 可能是因为时代的不同 所以现在的小孩子也都没有再带铜环 那边围巾 他们做的手工 所以可以帮他们 帮他们 对他们自己织的 对所以可以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买一条帮助他们 这边关有是围巾吗 对围巾他有短的有长的 好生活哦 对 好他们很会做 你看 他是长颈族的小朋友 有没有可爱 你看看他脸上蜡叉 脸上画得很漂亮耶 耶 他脚上还有脚环 你看他的脚环很可爱耶 又多了一个长颈族 哈哈哈哈 我们这很疼 这个是他们自己织的 150啊 买一条好了 哪一条 要给他买一下 这些长颈族 这些长颈族有一传说 就是说 为了要让妇孺 躲过老虎的攻击脖子 一种是避免引起村外男性的非分之想 这是他们的家 这是他们的家 这是他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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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支的腹啊 这妙道是差什么 这个带下去真的是也不舒服 眼睛看这里 看这里 再给游客们带的铜环 是打卡拍照用的 但带起来也是真的很不舒服 买一条这个 这是他们的家 买一条这个 嗯很漂亮耶 他说他有四个小孩 这个是他的大女儿 最小的三岁 这里还有一些手工艺品 这些村里面的村民 都是要仰赖这些手工艺品来维生的 也是他们的收入来源 听说这些长颈族 至今到现在还没有身份证的村民 十岁 七岁 七岁 你七岁 你会讲中文哦 一点点 一点点 你叫什么名字 一不懂 什么名字 什么名字 去苗拉 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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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可爱耶 年轻的外婆 年轻的外婆 他们结婚也比较早了 他们是在这边生活许久的三代 同堂长颈族 就是他们生活的家耶 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简陋与朴实 有好几个啊 有哦 他是 后面的有 我们到后面去看 哦 哦真的耶 很长耶 长颈族有五族的部落少数民族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长颈族与大尔族 今天这一集就帮大家介绍了 泰国青麦兰庙 富丽堂皇的殿堂 以及少数民族长颈族的生活情形 泰国青麦之旅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分享哦